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恭喜圣影莎如乱一场 赛后再受意外惊喜 邓亚平终如等到这一天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国篇的最新消息 聊一聊备受球迷们喜爱的小魔王圣影莎 首先我们要恭喜圣影莎如乱一场 夺得了世界杯的 女单冠军 众所周知在前面几次圣影莎都是错失的女单冠军 那么现在圣影莎终如是强势登顶 这也是很多球迷 众望所归的结果 因为大家对圣影莎这位林青小将非常的喜爱 不只是因为圣影莎在球场上面拥有趋势的继续 同时也是因为圣影莎 身上低调清虚 大气的风格了 也是备受球迷们 顶赞 那么 其实圣影莎本次 夺得世界杯女单冠军之后 将收获到 两重惊喜 第一个 就是将获得高达15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 那么这样圣影莎将会稳固自己 世界排名第二个位置 同时 与排名第一的成功差距越来越小 在未来很有希望完成反超 那么第二点就是夺得 这个世界杯冠军之后 圣影莎将会收获 巨额的 奖金 很多球迷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其实除了 这些 奖励之外 本次世界杯 圣影莎也是收获到了意外的惊喜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 小魔王圣影莎 收获了一位非常称职 非常优秀 非常懒心的 教练 王牌教练 陈其指导 众所周知 在前面 四平决赛上面 圣影莎 惨遭王曼日 很少淘汰 那么当时 丁亚平指导 就做去了定平 他认为 圣影莎的正手进攻 失误太多 然后呢 表现不够稳定 容易曲奇了 心态的起伏 那么以及 这一个大魔王 张一林也说过 圣影莎的气场 还不够霸气 气场要加强 那么丁亚平指的 他还指出了 圣影莎 在赛后 要进行加力 提高自己 正手进攻的 成功力 那么也许是 丁亚平 以及张一林的 顶平 起了一定的效果 那么在世界杯 决赛上面 刘国梁知道 润筹帷幄 为 圣影莎 找来了 曾经国拼 南队的 王牌队 很多球迷 将他称为 国拼 沙神的 陈琪知道 众手周知 在球南时代 陈琪知道 非常擅长 正手进攻 欧起了 大球 这个个人的球风 非常的霸气 气场 十足 那么因此 陈琪知道的 整体风格 与 深影莎 非常的 契合 那么现在 陈琪知道 能够 辅佐深影莎 很多球迷 也是大加赞赏 那么欧起了 在本次世界杯决赛上面 很多球迷 也发现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半决赛上面 深影莎 面对日本小将 赵廷希娜的时候 其实第一局 深影莎是遗憾败本 赵廷希娜作为 日本队的明日之星 在首次的招入战中 确实给深影莎 制造了 不小的麻烦 那么当时 深影莎 第一局 失利之后 那么在 暂停的时候 陈琪知道 在场边 对深影莎 进行了临场执教 随后 第二局 深影莎就开始了 逆行模式 赢班四局 以4比1淘汰了 赵廷希娜 那么当时 陈琪知道 就是看去了 赵廷希娜的破绽 那就是 赵廷希娜的反手 进攻能力 比较薄弱 而且反手 这个防守 也比较薄弱 那么因此 随后的 几局比赛中 深影莎 主要是采用 反手的 大角度 进攻 这种 也是收获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么说明了 陈琪知道 确实是一位 非常优秀 非常细心 观察力 非常强大的优秀教练 那么现在 深影莎不止夺得了 世界杯女弹的冠军 同时 还收获了意外惊喜 那就是 陈琪知道的 强势加盟 那么从 本次视频 世界杯决赛打完之后 我们也相信 刘国梁知道 对于陈琪的 这个临场执教 肯定是 非常的 肯定 和支持的 那么随后 这个陈琪 将有可能成为 深影莎的 主管教练 在未来 进一步的 对深影莎 进行 执教 帮助深影莎 完成退兵 冲击 更好的成绩 那么对于 丁亚平 知道而赢了 能够看到自己的 顶评起了作用 深影莎 在世界杯决赛上面 却是赢来的 一喜之战 在前面的 正手进攻薄弱的问题 以及不够稳定的问题 都得以改善 那么 丁亚平知道 也是终如了 等到了这一天 看到了 深影莎的 传名退兵 等到了 深影莎强势问顶 女弹冠军 同时 一位深影莎 收获一名优秀教练 而我感到高兴 小蜜蜂你们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